在大年三十除夕之夜 一向给人文晚当放美丽端中的蒋琴琴 因穿搭引起网友们的热议 只见照片中唐身穿一身绿色的豹纹领衣裙 胸口还开了一个口 露出雪白肌肤 头发凌乱隐线外飞 衣着大胆 只带一边耳环 就跳起了浪姐 网友们不禁反问道 蒋琴琴这是打算放飞自我吗 还是化妆师回家过年去了 她只好自己动手了 可这一身造型 装扮实在太不符合她以往的风格了 蒋琴琴一向给人文文尔里亚端庄大方 如今就立马换了风格和造型 这反差还真大 只能说美女任性嘛 可能是我们习惯了她以往的造型 某一改变还真不太适应 但愿她这是偶尔的心血来潮之举 等她化妆师再上班 她又恢复正常了吧 她们不太适应对她的心血来潮之后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